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,李景亮与希尔丽江的约战行为成为体育圈一个热门话题 就在昨晚双方的直播连线中,双方定下了线下PK的具体时间 而这个时间就在6月6日的本周六 有网友调侃,希尔丽江会像马保国老先生一样,打完就成西保国了 双方目前还没有定下比赛的具体规则 但是双方承诺,正式搏击比赛前,双方会举办发布会,并先进行抖腕较量 而此次连线李景亮也透露出,他的下一场UFC的比赛会在今年12月份的新加坡 并且直言,在解决完跟希尔丽江的恩怨后,下一个就是去找方便了 我们先回顾一下双方昨晚连线的精华部分 你要说这样的话,我退出抖音,从此你会看不到这个人 行不行,啥规则都行,什么篮球,拳击,白手腕 石头剪刀布不行,石头剪刀布我不愿意 他们说,说我就是,那叫什么,我看啊,就是,前面有一个马宝国,就是,比如啥,咋啦 我是咋,我是西宝国呀 我和你咋办啊,希尔,我找的就是那个方便,真的 就是你说的那个名字,我连提都不想提,因为,他就属于是感觉一个XX样,你理他干什么都不知道